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弹簧里面一个非常基本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各位可以在前面打一个怎么样打一个星星 这是民国80年年考题 他说电梯以等速度上升 那一个弹力长数是K的弹簧质量不计 被垂直悬挂在电梯天花板上的一点 那今天在弹簧的下端系上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 让它自由下坠 那开始下坠的时候 这个弹簧的长度是它的自然长度 则弹簧最大生长量到底多少 那你看那个题目你要先了解题目的意思 先分析一下 第一个他说电梯呢以等速上升 各位我们在第四章讲过 如果现在电梯等速上升 那基本上它就处在一个惯性做法系底下 所以其实这句话呢暂时没有用 为什么电梯等速上升跟电梯禁止的时候 这个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都处在惯性做法系下 那接下来呢 他说这个弹簧呢 一端系在天花板上的一点 那今天在弹簧的下端挂一个质量是M的物体 让它自由下坠 那开始下坠的时候 弹簧是它的自然长度 那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各位想象一下现在有个弹簧 好你现在原长状态呢 你把物体挂上去 然后你现在手先扶着 好挂上去手先扶着 让它继续维持在所谓的自然长度 那既然呢突然放手 让它自由落下 那你说最大生长量到底是多少 好第一个你要先了解题目的意思 那接下来来各位 假设现在这是弹簧的原长 好挂上去放手 最大生长量 那问你说这个最大生长量 到底是多少 怎么做呢 各位很简单 回到能量这一章的一个主轴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增加能量从哪里来 而减少能量呢跑去哪里 来各位 如果你现在挂上去放手最低点 什么能量会增加 各位弹簧被拉长 所以弹力未能增加了 各位弹簧被拉长 弹力未能增加 好来接下来 你的高度下降 那就表示你的重力未能减少 各位如果高度下降 那就表示你的重力未能怎么样 重力未能减少 那现在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 那动能到底是增加 还是减少呢 来各位挂上去 好放手到最低点 动能到底增加也减少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老师这个动能怎么样 动能再增加 不对答案动能不变 各位能量我们只看过程 只看一开始到最后 一开始没有速度 最后没有速度 所以动能不变 可是老师你跟掉下 先增加再减少 各位先增加再减少 总的来看动能就是不变 能量呢 我们不看中间这个运动过程 我们只看一开始跟最后 你在上端点速度0 好下端点速度0 所以基本上它的速度都是0 在一开始跟最后速度0 所以动能不变 来所以各位仔细想清楚 我们讲气氛弹簧有三种能量 看在这里呢 其实它的重力能减少 而弹力能增加 出来说我一句话 从这里到这里 重力能减少 减少Mgx 好弹力能呢 因为弹簧升长了x 所以呢弹力能增加了 2分之1kx平方 各位Mgx等于2分之1kx平方 xx对消一个2移过来 所以kx就等于2mg除以k ok就解完了 这样就解完了 对不对 这样马上就可以把怎么样 马上就可以把到的最大肾上的结完 你看 你用能量解是不是快速 这个又干净利落呢 好 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想通 背后之间的能量转换 当然物理有很多种方法都可以做 好物理呢 随便想随便算 随便做随便对 你可以用力学的方法来做 力学的方法来做 那变成呢 最简单的就是找它的平衡点 各位弹簧上下震荡 我们之前讲的减学运动 那这是最高 这是最低 上端点 下端点 各位你想想看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这里为什么是上端点 你现在是处在原长的状态 手放上去 对不对 把东西这个挂上去 手扶着 放手 各位 你原来是在这个地方放手 你等一下再怎么震荡 最高也是到这里 因为你一开始没有速度嘛 各位 你一开始没有速度嘛 你现在挂上去啊 放手啊 那如果等一下弹回到这里 而它又去有速度 你的弹力不能不变 重力不能不变 那你的动能怎么突然冒出来呢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放手 逛去原长放手 那基本上 它的最高点就在这里 除非你把它再抬高一点 或者把它拉下来一点点 对不对 那这样震荡的话 就有可能怎么样 它的最高点不是在原长 好 所以呢 如果你从这里放手 这最高点就是它的上端点 最低点就是下端点 中间这个点就是平衡点啊 各位 假设最大生产量是x 好 那平衡点到最高点 其实就是二分之x 那同理 平衡点到最低点也是二分之x 平衡点代表什么意思 各位 平衡 顾名思义 合力等于0 平衡 合力等于0 所以对这一点来讲的话 它说什么力 重力 各位 往下重力 往上是弹簧对它的拉力 k乘上二分之x 重力等于弹簧拉力 所以x多少呢 2一过来 k除下去 2mg除以k ok 解完了 各位你发现 怎么跟前面这个答案一样呢 各位你用能量的做法 做出来 最大生产量是2mg除以k 好 你先用力学的方法来做 你发现 这个最大生产量也是2mg除以k 其实都可以 如果一个题目呢 基本上它每一种方法都可以做的话 那基本上呢 能量的方法理论上会比较快一点点 这一题呢 相对来讲是力学稍微简单一点 不过这告诉我们一件事 物理基本上解题呢 我们可以说三大主軸 运动学的方法 力学的方法 能量的方法 那你可以把运动学力学合并 那就是一个是力的方法 一个是能量的方法 所以这个题目呢 一题用能量的方法做 一题用力的方法做 都可以做 所以我说这个题目呢 很简单 但是却非常非常的重要 很基本 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两种方法 让大家仔细的思考一下 可是呢 如果我想要进一步追问一件事 那它的最大动能到底有多少 那最大速率到底有多少 好 怎么算 那我前面有提到过 这个牵持弹簧呢 这麻烦的地方就在哪里呢 麻烦的地方就在于 它牵涉到三种能量 各位 今天呢 如果怎么样 如果这个物体能下降 它重力会能改变 弹力会能改变 而且动能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那问题是 你怎么算最大动能呢 各位 我们知道一件事 它的最大动能 应该是出现在平衡点的状态 应该是出现在平衡点的状态 好 所以呢 我说过 能量 你必须要看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我必须要从怎么样 从某一点 看到某一点 好 所以我们决定呢 从上端点 看到怎么样 看到平衡点 好 因为平衡点是它的速度最大 也就是动能最大的地方 各位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从上端点 看到怎么样 看到平衡点 好 从这里到这里 什么能量增加 而什么能量减少呢 来 各位想清楚 这一张的核心概念 从这里到这里 什么能量会增加 什么能量会减少 好 那我知道一件事 动能一定增加 动能一定增加 因为速度增加 好 谈光被往下拉 你从原长被往下拉 谈你会能增加 那动能增加 谈你会能增加 那就表示 它的重力问能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减少 因为高度下降 对不对 所以先想清楚这句话 你事实才列得出来 各位 不是说看到题目 我们就要想要带什么公式 你要先抓到它的核心概念 各位 减少了重力问能 等于增加的动能 还有增加的弹力问能 好 重力问能 这个它减少多少呢 各位 因为这一段呢 你如果从上端点到平衡点 这一段叫二分之X X就是我们刚刚解的 对不对 X呢是二MG除以K 所以X的话 正幅 它的正幅只有二分之X 所以其实只有MG除以K而已 好 所以呢 从这里到这里 各位 从上端点到平衡点 第一个 它的重力问能减少 减少了MG MG除以K MG乘上这里 二分之X 这减少了重力问能 好 增加的动能 二分之一 K乘上 好 你现在从怎么样 从最高到平衡点 深长的MG除以怎么样 除以K 来 各位 这个MG除以K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算的 这个二分之X 就是我们刚刚算的二分之X 所以你再想一次 它的重力问能怎么样 减少 减少MG乘上MG除以K 好 它能不能呢 增加二分之一K乘上 这MG除以K的平方 还有动能 各位 如果你只要算最大动能 那就这一项 那就把这一项移过来 化解一下 就会得到 它的最大动能就是 二K分之M平方G平方 好 这是它的最大动能 那如果你要算 它的最大速率 好 最大速率的话 那就把二分之一消掉 M消掉一个 两边怎么样 两边开个号 那最大速率 我们就可以把它怎么样 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各位看到吗 这是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 能量的运算方式 那只要你能算出最大速率 我们前面讲过 只要你能算出最大速率 其实每一点的速率 通通都可以把它怎么样 都可以把它算出来 我们利用怎么样 利用能量的概念 好 利用能量的概念 利用等速率 人终于弄投影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的时间 可以把它的速度 可以用基本定义 把它的加速度呢 都可以把它算出来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算出 最大速率 那其实在任何一点 它的速率 我们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把它算出来 所以这个题目呢 很基本 但是很重要 我希望等一下在讲一下 你自己实际做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随时回来看影片的解说 我们下期待的时间